尽管王妃多年来的率性作风一直被外界解读 不讨好相处 不过对于爱情 王妃却总是像勇猛的狮子一样 不顾一切 所以这也注定了她会被现实弄得遍体鳞伤 王妃与内地知名摇滚歌手 多维的这段感情 是她开始的最为人知的一段感情 出去香港的王妃事业发展不是很顺 这个时候多维适时地出现了 一个写词一个作曲 收获爱情的同时 王妃也迎来了自己音乐上最出彩的时期 中月里一般无聊 王妃与多维的结合 会有一种两个人是用音乐进行心灵交流 而产生了伟大爱情的意味 之后王妃弹出乐坛 甚至被香港媒体拍到了为爱情牺牲 宁愿抛弃香港的物质生活 月上公测的经典画面 然而因为第三者高原的介入 两人最终以离婚修场 不过说离就离的态度 又表现出了王妃在感情方面的一种果断 难能可贵的是 对感情中的谁对谁错 王妃一帅保持沉默 没想感情受挫之后 王妃静佑冒天下之大不韦 公然牵手小她11岁的谢定峰 作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小女人 虽说王妃有着很强的个性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却缺乏坚定的立场 一旦真的爱了 又会不管不顾外界的看法 可惜风飞恋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 到公开的如胶似漆 一直到最后分手收场 这一段不被看好的姻缘 这一段香港人的全闹得 红红烈烈的姐弟恋 因为张伯芝的介入 到后来还是不能逃离失败的命运 然而这一切都影响了王妃 接下来在李亚鹏追求王妃的这段时间里 受伤之后的王妃 似乎也学会了自我保护 然而就算再有排斥心理 她也有突破口 一天发上百条短信 找人制作flash 在她生病的时候 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李亚鹏持之以恒的诚心面前 王妃最终还是心动投降 每个人看完都会有自己的感觉 所以我只是在解释 我解释的太多了 无奈风雨相伴十年 王妃和李亚鹏 还是以和平分手告终 至于两人一手创办的 燕燃天使基金 势必大受影响 不受网友预测 如今离婚重回自由身的王妃 接下来会全面的复工 开演唱会 接节目 当导师 甚至出演影视剧 也不是没可能 乐凡天综合报道